兒童界偶像明星 救援小英雄玻璃和安保 在台上唱跳 每個動作小朋友都跟得上 家長但女兒追星 最近發現有新活動 推廣兒童交通安全 親子闖關費用200元 登記報名就送1200元超商禮券 他很奇怪 他報名好像就只能對他個人 去外的那個窗口去報名 然後他說又要去FB 我朋友他很衝動 他很想報名 我說你等一下 詐騙的一個活動海報 因為這些圖書 其實網路上都找得到 所以其實詐騙集團 如果要運用的話 還是很容易的 對比活動海報 正版的會列出時間地點 主辦單位資訊以及授權商標 和代理商LOGO 但詐騙海報沒有任何細節說明 圖檔放大看畫質也很差 這一次應該是第一次遇到說 有人用這個名義然後去辦活動 是屬於詐騙的狀況 代理商說玻璃在台灣已經超過10年 基本上通路場次像百貨玩具店 以及地方政府活動都不收費 除非是展覽才要買票入場 頂多是有消費滿多少錢 會獲得上台互動拍照等福利 另外藝人王思佳也在臉書po文 說自己推薦某款兒童學習餐具組 遭到冒名詐騙 心疼粉絲花999元購買 收到貨才發現上當 通罵詐騙集團呼籲檢舉假網站 別怕麻煩去退貨才能遏止歪風